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市財經摘耀 我是今天的主持方澤橋 今天是8月30日 星期二 大約下午2點45分左右 見到的股市輕微下跌了8點 都在挨近19918點 成交還有741億 都算中規中矩 見到港股暫時在10天和20天移動平均線上 雖然今早的股額比較大 見到很多股票例如3690跌超過3% 不過在五市後都靠穩了 跌小也算緩和 暫時跌不足1% 所以一些科技股都可以繼續留意 但港股暫時在10天和20天平均線上都算是安全的 如果靠近這個位置之上 我覺得港股近期還會有力去跑贏了美股 所以港股大家也要留意 20,000點絕對不是近期的低位 靠穩的話 絕對在20,000點可以分階段 最近見到優品36型 其實香港人都應該買過他們的貨品 也是他們的效果 最近見到在8月25日拉升了24% 見到為何會拉升這麼高 其實他們疑似引入招商局集團作為大股東 他們之後會簽一個備忘錄 後者會持股佔比達49% 8月24日見到優品3600曾經上升超過24.2% 是差不多2.5%左右的位置 大家都要理解一下招商局國際是甚麼公司 其實招商局是一間食品、交通和大宗商品 一個綜合性的貿易公司 全中國有10個城市有附屬公司 也有7間海外公司 其中是為招商局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見到他們在貿易上 都是由內地來說有一個優勢 其實今次跟優品3600合約 主要看中了香港的採購能力 知道他們採購的數量和貨品都比較優質 所以今次引入2360的話 主要是看中他們採購部的一個能力 除此之外 優品3600大家都知道 除了香港開設了接近138間分店之外 最近在內地亦在不同的地方 開了兩三間分店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時間都不會開很多間 開了幾十間其實市場亦飽和 大家都知道 飽和了 他們的增長速度亦緩和不少 所以有見及此 其實他們在兩三年前 已經開始發展內地市場 不過說真的 開設內地市場亦水套不復 暫時他們都未找到一個盈利的模式 今次引入招商局海通 這間公司有助他們打入內地市場 因為其實在物流和商品上 其實招商局國際都有他們一定的優勢 其實看到內地市場 是真的廣闊無限上場 所以今次引入了招商局國際 其實我覺得將來的發展亦是前途無限的 看看優品3600在2021年的業績 看到其實他們的收入亦增長21% 毛利亦增長28.8% 看到其實他們的成績亦非常之好 每股盈利亦都去到11個港元 計一計現在的股價大概是 市容量大概20倍左右 所以以這個市值來說 現在的股價其實絕對不是貴 如果在內地的發展順利的話 其實之後的發展亦都非常之好 其實他們之後的發展在內地發展 就不逐限於在線下的一個發展 之後電商的發展 他們仍然都會迅速發展 所以今次的合作 我覺得對於優品山毒靈 和招商局海通 其實都有一個協同效應在 所以我相信這隻股票的股價 仍然都會穩步相容 大家記住留意 今次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 拜拜